大家好,今天是8月8日 回到明報報常懷伸擊的時間 上個星期出了飛龍就業人數和失業率 完全高於市場預期 美國的經濟強勁 市場預計未來9月都會加0.75厘 叫做壓抑通脹 美金出完數據後應聲抽上去 你看到美匯指數 暫時美匯指數是106.46 在技術表面上暫時 你只能守著50天線 說真的,它是橫行的 但你要看美匯大跌似乎困難些 看看會不會爆穿10天線 再形成一個上升的走勢 繼續保持向上 今年2月開始 其實美金持續向上升 只不過現在守著50天線 你早前是回了下來 是因為市場預計 美國的經濟會萎縮 或者叫做衰退 美國下一年會叫做減息 現在的加息的幅度就會降低 但出了這樣的數據 美金就彈了下來 似乎接下來會繼續加息 而壓抑通脹 美匯做得好 你看到英鎊 暫時來說 也算是不太升得 雖然英國叫做加元息 英國叫做加了半利 但加完半利後 消化了消息之後 英鎊走到1.2003 去到星期五 在記述片上 你看到英鎊上極也上不了 看看周線 你見到它最厲害 都是彈到上星期 1、2、2、94 在周線上 它連10個week也上不了 一日 一個星期 站在上面也站不到 現在這樣看 如果美金持續向上 理論上英鎊 如果你有需要買英鎊 都是不用心急的 不用心急去買 現在英鎊仍然 反覆受壓 可能性就是在低位徘徊 但你要英鎊向上升 現在暫時看似乎是不行的 不是那麼容易在短期內 可以升上去 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用英鎊 或者做英鎊的時候 暫時看得比較淡 就是這樣 好嗎 今天就這麼多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留言給我 拜拜